政府撤销非住宅物业商费重价印花税。很多地产经纪立刻传来好消息,推介很多抵买街铺顺盘,建议买回个铺博低位反弹,但我的看法,就不敢太过乐观了。 地产经纪说出很多今天应该买铺的原因,除了撤销双倍印花税之外,主要就是新冠肺炎疫苗将会很快出现,到时铺价就会急速爆升。 我同意撤销双倍印花税,对双铺投资市场有点帮助。 可吸引一些投资者入市,但铺位按揭成数仍然偏低,这才是投资者的最大关卡,而不是税率,而且省税主要是细码铺位。 因为涉及较大银马的工商物业,很多都以公司名义持有,并以公司买卖形式进行交易。 更重要是当我们投资一个商铺,着眼点除了省几个百分点的印花税外。 必须要看零售市场的前景,有多快可以全面复甦。 目前全世界都寄望疫苗出现,新冠肺炎问题能够立刻完全解决。 但我却不敢百分之一百乐观,因为根据现在的进度,就算美国及欧洲主要国家,都要明年六月才可全面供应疫苗,香港就更加没有确实时间表。 况且就算疫苗出现,也不一定可以做到零确诊。 就像对抗流感的疫苗,已经广泛使用长达80年。 但现在每年仍不是有很多人幻想流感吗? 加上病毒是有机会出现变化,直接影响疫苗的防御力。 所以保守估计,新冠肺炎对香港的影响,有机会维持再多半年或以上。 但香港的部分企业,就未必可以挨多半年。 政府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已经在上月结束,毫无疑问将会出现财源结业潮。 在本地的零售饮食业中,普遍有一条333的方程式。 如果能够在100万元的营业额,扣除30%货品成本,30%租金,再加30%的人工, 如下可以赚到10万元。 已经算是不错的经营。 但在过去的一年,营业额下跌一半,从100万元变成50万元。 如果老板没有炒人的话,扣除15万元食物及货品成本,30万租金,30万人工之后, 每月就会涉本25万元,一年就涉300万元。 这是很多小本经营都没可能捱得住的金额,如果这情况维持再多半年。 估计很多老板都必须财源,甚至倒闭结业,关门大吉。 至于另一个问题,就是国内人就算没有肺炎,未来也会大幅减少到来香港, 对零售市场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。 我估计很多零售及饮食的老板,过了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之后, 就会正式关门,兼下的租金也不会交。 未来两三个月将会有大量挨不住的店铺结业。 到时通街吉铺撕横遍野,我预计旺区的街铺空置率将超过20%到25%, 即是每四五间就有一间吉铺,而且这种情况将会维持一年以上, 直至街铺价格及租金跌到惨无人度的地步,才有机会停止下跌。 感谢观看